我們爸爸八十三歲 八十三歲 以現在來講是還可以 因為男生的平均壽命 好像大概七十九歲左右 女生好像是八十六歲這樣 那爸爸是什麼時候發現狀況 開始的問題 其實他大概是十年前 那個時候有一次就是 我剛好回家 禮拜六 禮拜天 我是禮拜六 禮拜天 一定都會回家 陪他們 那天回家的時候 他突然間 我記得那天的冬天 然後他睡完午覺 到起床以後跟我講說 他覺得他血壓有點低 然後就量了一下血壓 只有六十幾 我說怎麼那麼低 怎麼可能 我說因為是禮拜天 我說那我送你去急診 然後我爸說 六十幾是 書章壓還是收縮壓 那時候我忘記 他只跟我講說六十幾 反正我聽到六十幾 不管是哪一個壓 我都覺得不對勁 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就說好 那我就開車 我就送他去 我記得我們那天在那個 我車停完了以後 就停下來以後 先讓扶我爸上去 我爸還ok 他就自己走 可是人 那個榮民總醫院的 那個門柴 電梯門柴 一打開的時候 我爸整個人就軟腳 他說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他就用客家來講說 榮民安庸 榮民安庸 就整個就啪 就倒在地上了 我爸有點胖 我去抱他 很難抱 裡面的人就看到了以後 就趕快出來 就幫忙 就趕快推那個車子來 這樣 那一進去 醫生就說 你爸爸有心肌梗塞 他說心肌梗塞 我說心肌梗塞怎麼辦 鄉下禮拜天 那這個時候 我爸爸聽到就揮手說 不要急救 然後他說要插管 我爸爸說不要急救 然後醫生就說 那時候他還有意識 那時候他還有 他只是不舒服 但是他有 他有一下就說不要急救 可是我們鄉下 然後沒有大醫生 又是急診 然後那個醫生就說 那要送新竹 可是這個時候送新竹的話 他聯絡了兩家醫院 在竹東 對 大概車程有半個二十分鐘的車程 他就說有兩位心臟科醫師 可是一位去吃喜酒 要兩個小時候才回來 另外一位呢 他是那個等於是新醫師 年輕醫師 然後我們就說不管了先送 我們就就我就坐 坐那個救護車 陪著我爸爸就 一路我爸爸就跟我講說 不要急救 不要急救 他不想痛苦 他就這樣 他就一直講這些 可是去到以後 那醫生弄了很久 他就跟我們出來講 我們非常感謝這位 東元醫生的這個林醫生 醫生 他很年輕 可是他就覺得說 他說爸爸可以救得回來 你如果相信我 他可以救得回來 那我跟我哥哥 兩個人到現場就覺得說 好 可是爸爸看到我們 還在揮手說不要救了 他就進去 可是進去很久 三四個小時 可是人在那個時間點 你就會聽到醫生說 他有得救 為什麼不救 因為我表哥 他們都是醫生 所以我們從小有那個觀念 就是醫生說的話 是很值得被信任的 所以我們就說 好 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話 好了 然後他大概三四個小時 他就心臟支架做好了 還不錯 那這時候我爸爸就回來 你看我們就說 爸爸你當初如果不做的話 現在就拜拜 你看不到你的真孫 你看現在多好 大概一年多以後 我有一天就尿尿尿不出來 狀況不好 他狀況不好以後 在送去給醫生看的時候 醫生就說 他有攝護腺癌 他說 但是我也覺得說 臺灣攝護腺癌 是男孩子的這個 好像十大裡面很重要的 幾乎所有的男孩子 到了五十歲以後 都會有攝護腺的問題 那臺灣現在的醫療很棒 攝護腺癌 而且又是初期 OK的可以治療 結果我爸就開始做放療什麼 我們覺得蠻不錯 那我爸爸也很努力的配合 所以他前面的幾年的狀況 都一直很好 那陸陸續續到我爸爸走的時候 攝護腺癌是八年 快九年的時間 那可是呢 就在疫情前 開始有點狀況 也就是說他的控制 就比較不穩定 那個時候在疫前 大家最害怕的是什麼 就是不能進醫院 可是我爸爸的狀況 必須進醫院 那怎麼辦 然後醫生就說 他的狀況還好 那可以拿藥 可是沒想到就是說 在家吃藥沒多久以後 就出狀況 還是要急送到醫院去 急送到醫院去的時候 當下第一個 你要請看護找不到 請外用看護找不到 因為全部被封鎖了 不能進去 那就只好我進去陪 很多看護也不願意進去 也不願意 對 因為當時的 因為沒有 大家沒有 這輩子沒有碰過疫情 大家都害怕 很多俄語都什麼 連我當時印象很深刻就是 我要買口罩 買不到 我騎著摩托車 我把整個足冬症都已經掃遍 騎到 我那時候就想說老天啊 你一定要這樣子對待我們嗎 我只需要幾個口罩給我 可以讓我進去陪我爸 我只有那樣講 可是沒辦法 可是我實在逼不得已 因為我平常的人 我不太愛在臉書上面抱怨一些事 那一天我 因為剛好新聞在報導說 口罩亂想 我就信 我就再寫了一下 我就覺得這真的是 尤其我們在醫院裡面的人 更能夠感受到那個急迫線 我非常感謝 這時候你就覺得那個網路上 很多那個溫暖 很多的朋友們就跟我講說 就視訊給我 施凱 施凱 我這邊用我先寄給你 施凱我這邊用我這邊先寄給你 那我就覺得我們需要大家也需要 那我們就不好意思 結果我的侄子在臺北的侄子 他就說 他說 叔叔叔 我這邊用 我馬上開車送過去給你 那我就非常的感謝我的侄子 然後我進去了以後 好啦 我們申請了這個看護 申請了很久才找到臺籍的看護 可是在當時因為太搶手 那你也知道有撐斥不齊的問題 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跟你講我們換了兩個 都有問題 到最後都變成是我要自己在照顧 我才發現到說 看護好難好難 我根本整個晚上跟我爸爸在搏鬥 對 搏鬥就是他一下這樣 一下那樣 一下閒這個 一下閒那個 而且你沒有經驗 我就在這邊 第一件事情 我跟你講 雖然他是我爸爸 我是他兒子 可是當他大小便 你要幫他換的時候 第一個 那一關卡 你要先如何去打破那個心理障礙 不是只有我 我是OK 我爸爸不OK 他不要 他覺得他的尊嚴 他爸爸的尊嚴 第一件事情 他硬要起來去上廁所 我說你都已經掛人家 醫生說你不行了 怎麼辦 他就說這樣 所以這是我那時候碰到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狀況 後來呢 對 那後來呢 我們就還好碰到了這個 我們申請到的一個外傭 是因為 那次要大號 後來怎麼覺得 沒辦法 就讓 那請護士小姐 護理小姐 那我爸爸就會認為說 因為他是護理小姐 所以他可以 可是自己的兒子又是 不可以 不可以 然後就覺得說 好吧 那也好 因為不認識的人 可能比較OK 可是我跟你講 我不用講什麼 我真的很佩服 因為我就窗簾隔著 我在外面 那個味道一起來 然後你想到他的動作 然後那個 我心想說 如果是我 我怎麼去做 那以後如果天天要這樣的話 怎麼處理 所以我這時候我對於 所以我那時候在臉書上 寫了一件事情 對於看護 對於外傭 這我們要重新看待的一個原因 你自己要把自己放在那個位置上 你才知道他們多辛苦 是 當然 還有護理小姐也是 真的 真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非常的感謝 非常的感謝 然後可是狀況好一點之後 就爸爸回來 回到家裡面 但是疫情這兩年 還是陸陸續續 可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就發現到說 醫生告訴我們說 其實我跟你講 你爸爸的狀況 因為有點就失去控制 他說這個狀況你們先要有準備 沒多久我們在 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吧 我記得很清楚 我大概是一個禮拜有三天 到四天在家裡面 因為我家裡面 然後哥哥他們不住在這邊 家裡面才會覺得有安心 可是我開始 這邊就開始一直會有 覺得頭痛 那樣 對 穩穩的 就我不知道 偏頭痛 對 可是我想不就 就要大不大 要小不小 可是就這樣 這樣這樣這樣 對 對 就是這樣 然後就 真的是這樣 然後可是他又不是大 他就這樣 然後你吃了很多止痛藥都沒有用 最害怕的是晚上睡覺 只要聽到一點點聲音 是不是我爸爸怎麼了 就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然後一直心裡壓力很大 然後有一天我去 因為我表哥我家提示 他就說 施凱 我覺得你生病 我說 我還OK 他說不是 他說你的幾個症狀 我先告訴你要睡覺 你不睡覺 你的症狀會更糟 你的身體會拖垮 第二件事情 你開始有優異傾向 因為我不講 因為我不跟別人講 什麼事情都是好 我來 好 我來 我弄 好 然後工作上面 我也不跟他們講 我就是安排他們 為什麼你為什麼安排得這麼密集 一天之內 全部這些東西要做完 因為我說 我只有這三天在臺北 我要弄完以後 我要回家 然後很多人不能理解 可是我就說沒辦法 我說你們不知道 我家裡的狀況 對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開始覺得說吃藥 到底要吃不吃 我就把那個憂鬱 抗憂鬱要貼在那邊 我就告訴自己不要吃 不要吃 就是想說我精神可以可以 可是不行 那你怎麼有憂鬱憂症的藥 醫生開的 因為他就告訴我說 你已經有這種狀況 所以他告訴我說 你還是吃 可是我說不行 他說那我後來 因為我以前在加州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很多人會搬到加州 是告訴他說 因為加州的陽光 他說陽光可以治療憂鬱 這件事 所以我那時候很喜歡 我新竹的陽光 所以我沒事 我就要到外面去走 去曬太陽 我發現有改善 好 士凱的爸爸 他在昏迷之後醒來 據說有出現幻覺 對 那一次就是說 我們送到醫院去以後 他他就進入了那個ICU裡面去 然後他昏迷了兩個禮拜 然後我們也很擔心 然後醫生呢 其實他就告訴我們一件事 他說他聽得到 他說他的狀況還OK 但是他醒不來 他一定心裡有惦記什麼事情 你要跟他講 那我們因為去他有固定時間 你去看他 看他的時候就跟他講 因為其實呢 我爸爸在巴西 還有個家庭 然後我們有一位 我們有巴西的弟弟跟妹妹 可是在家族裡面 他算是一個 這個大家不說的事情這樣子 可是我哥哥那個時候就就他 但是他電在心裡面 他就跟我爸爸耳朵裡面講 他說他說 老爸 你要趕快好起來 你好起來 我就把那個巴西的弟弟妹妹 接回來讓你看這樣子 然後你聽得到的話 你手或是腳動一下 我跟你講 沒多久 他的腳趾頭動了 我們以為說是幻覺嗎 就幾個人在看說是在哪裡 就叫我哥說你再問一下 我哥哥再問一下 他腳趾頭真的動了 然後更神奇的是隔天 就在隔天 醫院通知說我爸醒了 然後我們就說 怎麼會那麼巧 然後就好 然後我們就 然後醫生只是解釋 他說他心有所念 他說這是很正常 如果要人嫌過來 其實要有兩個家庭 對 也是因為這樣子呢 我們反正是大和解的一個狀態 我們也很開心 然後後來巴西的弟妹 也有來臺灣 那最重要的是 他出院了以後 來了 這下又很痛苦 因為痛苦的點在哪邊呢 有一個叫做什麼 加護病房症候群 對不對 也就是說他出來的時候不能睡 他都在看到 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他隨時在空中跟他打架 然後也就是說 跟用客語跟他吵架 跟他罵怎麼樣 然後我在旁邊我說 爸爸你到底是要怎麼樣 然後弄到整個醫院的人 那護理先生跟我講說 你爸爸吵到別的醫院 別人不行 他說這樣子你要帶回去 我說可是我把他狀況 可以帶回去 他說不行 那怎麼辦呢 給他吃藥不行 結果我們呢 放佛教的金 那點點那個艾草香 那個醫院都很樂意 讓我們去用進去根本 沒辦法 他就是這樣 然後呢 最後突然間心裡想到一件事 我說曾經聽過人家說 要曬太陽接地氣 那幾天又剛好 就是下雨 突然間天氣好的時候 我就問醫生說 我把這種狀況 我可不可以推輪椅 讓他去曬太陽 他說你OK的話 當然可以 但是你要在旁邊 我就跟我媽媽兩個推下去 曬 曬 曬的時候 我爸那時候還胡言斷語 講了一些奇怪的東西 然後他就曬一曬的時候 我突然間就不講話了 就變得很這樣 很溫訊一樣 然後就說 爸爸你要不要腳踩一下那個地 因為那有一棵樹 然後旁邊有那個泥巴 我就推到旁邊 把我扒著腳這樣放在地上 我說爸爸你站起來一下 我就扶著他抱著他站起來 他就站起來 他就這樣 好 然後就坐下來 他就表情就很好 他就說我想睡覺 我跟你講 他快要七十 七十個小時沒睡覺 對不對 然後他突然間說想睡覺 我說太棒了 趕快趕快退回去 一睡睡六個小時 醒來第一件事 他就說他們不見了 我說什麼不見了 他說就那個啊 你知道的 他就這樣講 我就說真的還假的 我那時候意識到說 好 我爸爸住院期間 發生太多無法解釋的事情 然後回到家以後碰到像 所以我們印象很深刻 醫生有告訴我們說 以後不要自己處理 一有狀況 第一件事打救護車 直接送來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叫我們的看護 就是我們家的外傭 阿熙跟他講 所以他很快就是爸爸一吐血 就跟媽媽講 打電話叫救護車 他拍照就傳給我們 我們趕快再從臺北趕回去 但是那一次入院了以後呢 醫生就說爸爸狀況其實不太好 你們心理先有準備 所以我們就開小組會議 家裡面就是 我們家比較好就是 大部分都是以哥哥跟大嫂為主 他們決定怎麼樣 我們就是盡量 對 你剛剛講的是爸爸的幻覺 對 我媽在住院的時候 是看護說的 說 昨天晚上睡在這裡 那個有來 我說你有看到 他說對 我以前對這種事情 老實說 我覺得我還好 可是呢 那一次以後 我是因為我陪在醫院裡面 我親眼跟我爸一起奮鬥說 我很能夠理解說 我爸爸所看 他說他所看到的東西 真的 好 很可怕 我爸爸